Hello 各位在看我們的QQO年度盛典 巔峰榜頒獎典禮後台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楊楊 現在在我身邊的是 TFBOYS 歡迎三位 來 問個好吧 大家好 我們是 TFBOYS 恭喜 剛剛領獎了是不是 對 這個是什麼獎 誰來介紹一下 最受歡迎華語組合獎 還有一個是新勢力獎 新勢力 新勢力組合 什麼樣的心情 特別開心 然後呢 也特別想感謝我們的粉絲 投票 為我們 能夠讓我們上這個舞台 就是特別感謝他們 是 因為QQ音樂的頒獎典禮 每一個獎項都是投票投出來的 對 我今天在紅毯上的時候 跟你們匆匆一見的時候 真的嚇一跳 怎麼會長那麼高啊 就是 吃了什麼靈丹妙藥 平常就是要多運動嘛 然後呢 我媽還經常為了讓我長高 然後專門去問醫生 就怎樣長高 為什麼要問醫生 對 她是做美容的嘛 嗯 然後天天晚上回家給我刮背 然後那樣的那種方式給我 真的 對 然後讓我長高一點 那你這麼努力的 有一個做美容的媽媽 可以幫你刮背 王源 你怎麼辦 你看你還有距離要努力趕超 我啊 就慢慢長 反正 肯定沒他們兩個長 我今天看你發了一個微博是不是 就是說國外的三個人 就是十幾年後然後那個 結果反超過來 沒有 那個是國外的 卻是國內的 對 人種不一樣對不對 太天真 對 她可能還是這樣 太天真 打擊了 天喜呢 天喜這一年有長高多少 我其實年前然後比王源還要矮 現在我跟王源一樣高了 所以你們倆有在較勁是不是 以前真的 天喜我就這樣看他 對 我這樣看他 然後王源也這樣 王源就這樣嘛 然後我看今天就平視了這樣 對啊 去年我是這樣看你們啊 然後今年我就是 沒有這樣誇張吧 沒有這樣誇張了 是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TFBOYS 也是一路路的開始有 很多的成長和進步 新歌 寵愛 又是No.1 你們每一首歌都是第一名 你知道嗎 對 還是要謝謝粉絲嘛 這樣支持我們 要唱一下嗎 我給你唱一下 好 我只想 給你給你寵愛 這算不算不算愛 我還還還搞不明白 快樂的是想跟你分享 難過想給你肩膀 第一次為一個人緊張 我好想對你對你寵愛 才短短幾個禮拜 心情話因為你不在 有一道光 暖暖的灑下來 忍不住的小期待 因為愛 哇 哇 長高了 唱歌也進步了 越來越穩了 而且 剛剛可能很多看直播的網友 看不到那個畫面 你知道鏡頭後面的這些 都上了年紀的這些 女姐姐們 阿姨們 都在那邊跳舞 聽到你們的歌 就是能夠讓人心情特別的開心 這次寵愛這首歌 我看歌詞 我覺得開始發現 T&M Boys長大了 裡面講的開始有一些情鬥初開的感覺 是不是 其實還好 你們懂在唱什麼嗎 就是對爸爸媽媽 朋友之間的寵愛 對他的狗嘟嘟的寵愛 對 就是 自己喜歡的爸爸媽媽 然後 粉絲啊 就是各種 想給他們好的 然後 就是給這種寵愛 對身邊 愛你們的人的寵愛 對 說實話 現在在學校裡面 因為還要念書 有沒有很多 隔壁班的女生什麼的 老來找你們遞個紙條啊 什麼的 還好 都看慣了 都看慣了 對 一般收到這種 班裡同學會幫忙懶一下嗎 說不要進來 沒有啊 我們學校是很封閉的 也不是特別封閉 就是外上的學生是進不來的 就除非你有校卡 或者你穿著校服才能進來 那如果隔壁班的人要進來 要個簽名照什麼可以嗎 合影 這個就 就是 一般都可以 就可以給了 都可以 同學嘛 還是同學一場 對 好了我們不問這些緊張的問題 我們問一些輕鬆的啊 問一下 這個算是真心話好了 問三位 如果說你身旁的另外兩位 掉進水裡了 你要救誰 先問 這個問題我知道有個什麼 來 王君凱為什麼 我會救王君凱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肥 然後他救起來 那個水位就下漲 然後千奇就淹不死了 對不對 沒有沒有 他是在開玩笑了 其實 我不中了 對 要是我的話 我就先救王偉兒 因為王偉兒 他就不會游泳 他都是狗袍式的 然後王偉兒游泳比我還快 特別帥 所以要救王偉兒 然後我的話 就兩個都不救 為什麼 因為千奇會游泳 王偉兒 王偉兒這麼坑我 我就不想救他 他全說肥 是 太過分了 好結果 那如果我也掉水裡 救嗎 要救吧 猶豫什麼 當然要救 你要救 對啊 最長輩 還是要重愛一下長輩 好了 下面一個問題 要說 給你們三位一個超能力 你們會選什麼 分別三種 第一種是瞬間移動 就像杜敏俊那樣 第二呢叫做隱形人 就是所有人都看不見你 第三個叫做吃不胖 你們要選哪個超能力 誰先選 我想要瞬間移動 瞬間 瞬間移動 你先說為什麼 因為 比如說這裡有 比如說早上上學的時候 也特別不想起床 然後平常就很早起床 然後又瞬間移動 就很晚起床 然後突然搜了一下 就移動到教室去 對一下就到教室去 閃了一下 對然後 還有就是可能 在外面的時候 家裡突然有急事 打了電話 搜了一下又回去 就特別方便 可是俊凱你有想過 你瞬間移動 早上你還在床上 穿在短褲 不是 我換了衣服 而且還要省了車錢 好省 好會過的 我以為你要選什麼 我就選那個透明人 透明人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比較好玩 就是可以去經常 因為你知道 瞬間移動對話來說 沒什麼用 為什麼 就是沒什麼用 我不喜歡那種 不想跑來跑去的 吃不胖 本來就吃不胖 本來就氣死人 就只能選隱形人了 選隱形人 好 清喜 我要我就選那個瞬間移動 瞬間移動 瞬間移動 對 也要選瞬間移動 為什麼 要移動去哪裡 因為移動起來 沒有人看得見你嘛 然後隱形人的功能也包括了 然後瞬間起來 然後還特別酷 特別帥那種 就是那種 就是吃胖也不怕了 對 所以你們兩位 就可以瞬間移動 王源你就隱形好了 好 現在我們當王源氏隱形了 好 滿意的 我們繼續聊吧 好 下一個問題 請問 如果這個世界上 只能剩下一種食物 每天吃這一道菜 或者這一樣東西 你們要選一樣 吃不膩的可以 每天吃的 你為什麼話筒對著那邊 那不是隱形的嗎 先選一個 我在想嘛 所以說想的時候就 放空一下 想一個 什麼樣的食物 榴槤 因為我特別喜歡吃榴槤 榴槤 每天吃都不會吃膩的 他每天 他每次 就是要是有什麼吃的 有什麼榴槤味的人 拿出來吃 然後我們倆就 好噁心 剛剛典禮後台也有吃一顆榴槤 真的嗎 他一直在吃 真的嗎 難怪有味道 開玩笑 沒有了 真的嗎 你隨時隨地都會要吃榴槤 也不是隨時隨地 就是 特別喜歡吃 喜歡吃榴槤 所以這世界上 剩下一種食物 就是榴槤 好 君凱 我覺得要不就 一種食物 嗯 呃 窩頭 窩頭 因為 因為 因為你榴槤 你怎麼是以為吃不飽啊 就是榴槤 你也太實在了 真的 也是做了 難道衝擊啊 然後 你可以 吃榴槤 然後吃兩個捏頭 你吃過榴槤嗎 我小時候早飯最喜歡吃榴槤 然後喝一瓶水 對 特地飽了 特別舒服 OK 好 王燕 讓我死了算了 不可以這件事情是不是 就是 那我還 那我還不如不如吃了 就是 你知道 一樣東西吃很多天會 都會膩 對 他本來就是吃貨嘛 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吃 那你就隱形 你就可以一直吃 就是 酒店裡面所有的那些吧檯 我一般都要吃病 笑 那為什麼還不長 嗯 好啦 加油 以後一定會有希望超過兩個 好不好 加油 希望還是有那麼小一點點 好啦 我們言歸正傳 再次恭喜TFBOYS 今次拿到了我們QQ音樂 這兩個非常重要的獎項 我覺得這是一個 暫時的小階段的勝利 我們十年之月 還有更多的夢想要去達成 繼續努力 然後寵愛之後 繼續對歌迷 對愛你們的每個人好 然後好好加油 好不好 好 最後有什麼要特別講的嗎 之後呢 我們還會有一種 新的曲風的歌曲 然後呢 我們也會帶給大家 不會讓大家失望 好 一起期待 謝謝 呃 就是希望大家多期待我們 然後我們也會更加努力 去做我們的喜歡的音樂 然後 希望大家就不要走開 就是一直陪著我們走下去 是 我們呢 在明年後年 然後直到最後的十年 我們都會一直努力 然後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後多涉足一些其他方面的演藝事業 來提升自己 用一句廣告就是 不要走開 精彩馬上繼續 馬上繼續 一直繼續 不是 是精彩未完待續 哦 未完待續 一直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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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謝謝